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接着看这个15B万用表的电压档 电压档包括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压档 还有一个豪辅档 这个豪辅档与这个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略有区别 因为这个豪辅档我们给它打到豪辅档我们测量一下 红表壁插孔通过热敏电阻 这个热敏电阻是PTC的 它在常温下是1K的 然后加到这个1K电阻上 这个1K电阻在正常的时候是通过转换开关 与这个电阻是连通的 但是在豪辅档它是不同的 而且我们这个黑表比这个位置与这个位置也是不同的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豪辅档这个位置不起分压作用 但是呢我们这个位置与这个电阻这段是连通的 并且这个电阻呢是与我们这个十三角是连通的 所以说呢豪辅档呢是通过红表笔 然后通过这些串联的电阻加到了这个表的十三角 黑表笔我们知道它是公共D 这样呢是通过这些电阻直接通过这个芯片的AD转换 然后呢进行显示的 但是它的电压档 比如直流电压档 我们测量一下 直流电压档呢是通过这个红表笔 通过热敏电阻 通过这个电阻 这时我们刚才这个测量豪辅的这个位置就断开了 然后通过这个电阻 我们可以量一下这个电阻到这个电阻的位置是通的 因为它是直流电压档 这样呢然后通过这一端 这端呢是通过我们这个芯片这个引脚 然后输入到芯片的 另外呢我们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与公共D是接通的 这个位置与公共D接通呢 它这个位置有很多这个分压电阻 这个分压电阻的公共端呢都接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对地分压 不同档位呢不同引脚输出这个电压 然后通过电阻进行分压 来转换我们芯片内部的档位 接着我们看一下交流电压档 交流电压档呢 我们这个位置与这儿也是不同的 这个位置呢与这儿呢也是不同的 那它是通过什么呢 它是通过这个电容和这个电阻 因为这个电容呢具有通交组织的特性 然后呢加到我们这个电阻上 然后通过这儿检测它的电压值 并且输入电压以后呢通过同样的通过这些电阻进行分压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呢与公共地呢还是导通的 另外呢通过这两个二极管 这两个二极管和这个电位器 以及周边的这些电阻呢进行整流 整流以后再加入它的AD转换进行电压检测 另外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电位器R8是较准交流电压的 这个R18呢是较准直流电压的 好下面我们看看详细电路 我们看一下这段呢就是红标笔输入的插孔 这个呢就是公共地输入的插孔 当我们测量豪辅档的时候 下边这些储片都是断开的 这个储片呢是闭合的 那么这个豪辅电压档呢通过这些电阻过来 然后通过这个储片通过这个位置 加到我们芯片的十三角进行豪辅档的测量 当转换到直流电压档的时候 上边这个豪辅档的储片被断开 直流电压呢通过这个热敏电阻 通过这1K的电阻 通过这个压敏电阻进行保护以后 通过上面这个储片进来 通过这个电阻线流通过电位器 加到了芯片的二十六角 然后通过芯片的二十六角 再加到这个位置 通过这个电位器校准以后 然后通过内部的电路测量 这时再经芯片内部判断这个电压的高低 从而接通芯片内部的开关 从十八角二十角到二十四角输出 通过外部的电阻进行分压 转换不同的档位 外部电阻下边这个公共端 再通过这个导线接到我们下边这个储片上 下边这个储片是我们测量的Q1的极电极 和黑标笔之间的那个储片 也就是接我们黑标笔端的公共端进行分压 当测量交流电压档的时候 同样的这个储片也是断开的 这个储片是有接通的 同时这所有的储片 这四个储片都是断开的 它通过我们红表笔输入端 热米电阻 然后1K电阻 当然还是通过亚米电阻进行保护 然后通过这个电容和电阻输入进来 然后通过这个电阻和电位器 加到了我们的芯片 然后又通过这输出 通过这个二极管和电容整流滤波以后 又通过这个电位器 然后输入到这个芯片 进行AD的转换 从而通过显示屏显示交流电压值 调节这个电位器能够校准直流电压值 调节这个电位器能够校准交流电压值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